还有关于学校的这个聚集活动的一个事情 我这边呢我也不发表任何的言论 然后我们这边只是说 大家安心的做自己的学习方面的一个事情 建议各位同学不传谣不信谣 这个我也不知道 周末的时间我们也不清楚 不传谣不信谣 然后也请各位同学不要参与 因为这个已经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了 其他的我们也没有什么信息 因为都是周末 还是跟自己前头挂钩吧各位同学 因为现在整个全民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包括街边小贩 然后以及这个开出出的事情 人家都在当一个笑话来看这个事情 然后都觉得你们南川的学生真牛逼 也是请各位同学就是在学校里面 安心的做自己的逼设 以及跟自己学业有关的一个东西吧 因为这边已经有企业来跟我打听 已经来跟我打听直接说 可能在招聘这个工作的时候 可能对于我们学校发生的这些事情 他可能就说我们南川的学生 现在暂时不考虑 而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情绪不要这么抗讽 不要这么抗讽 这个不是政府 这个是小公司 小公司 政府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 那大家 这个可能现在都比较热血 这个当前呢 还是先完成自己的一个闭设 因为现在的话 这个是国外反华势力 一直在怂恿各位 尤其是青春热血 大学生 所以也请各位同学 尽量的去远离这些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